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千宁 为朕清传帝主 莫玉欣 莫玉欣 出来 朱丫头 把护身符还给我 你先打赢我再说 就知道欺负我 烦死了 反应太慢 还想着小禽郎呢 住口 他才故意羞辱朱世纪 师妹性子太不顽劣 朱世有伤体统 你倒是护花心切 姑奶奶今天就让你断子绝孙 沐玉欣 你疯了 竟然用这种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招数 忍烧精血 我记得这招会折损她的兽源吧 姑奶奶我今天就是死 也要让你陪葬 朱兄 我可是带你不保啊 能死在连灵之心 这下 你也算是一个风流鬼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满脑子那些龌龊事 罗征 我是你够久了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谁要你的狗屁情面 谁要你的狗屁情面 你竟然领悟了剑意 你竟然领悟了剑意 这个乘祸 拖拖拉拉的 还不服要等什么呢 给我 下来 你输了 我不可能输 我怎么会输给你一个先天三宠 王燕鸣 你一向自视甚高 视他人如蝼蚁 却不知天下之大 无不可能之事 而你 也不过是一只眼界狭隘的蝼蚁而已 却整日沾沾自喜 不思禁取 竟敢骂我是蝼蚁 罗征 你要找死 我就承担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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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搞错 既然嗑药 这是作弊吧 规则允许吗 在比赛中嗑药求胜 就证明他的武道之心已经动摇 宗门不会再培养这种人 自然也不需要规则说明 卓整 你是不是觉得这些先天正仗神很厉害 点个就是个天才 但死掉的天才 和垃圾也没什么区别 不对劲 这个真人很奇怪 似乎不属于王叶苗 速度可反应也变快了 啊 那不是华师兄自创的剑步吗 他怎么回答 罗师弟果然悟性惊人 这么短时间就领悟了剑意 这 罗征 我给你个说一言的机会 你觉得克药就能赢我 谁给你的自信 天穷长老 嗯 嗯 嗯 苏林韵 你怎么教弟子的 在擂台上胡说什么 罗征未必是胡说 你敢把手拿给我瞧瞧吗 好端端的 你看我手做什么 你不是擅长保养吗 女人的手就是第二张脸 我看看你这张脸保养的如何 还是说 你压根儿就不要脸 苏林韵 你的弟子输了 跑来找我麻烦是什么意思 比赛尚未结束 你凭什么笃定他会输 真人华四 输起我体内 这就是你的手段 你怎么可能欺识我的鬼子 你怎么可能欺识我的鬼子 先辰之力 天 灭 每人都别 glut 我就能拒击 输了 我觉得